哈喽大家好我是凉峰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怎么挑选一条胆量又大性格又好的小狗 想要挑选到一条好的中华田园犬 真的不容易 就好像刚才那条小狗主人扎他 他都叫那种是没用的 现在再看看这一窝 就像这一条主人扎他 他都会叫的 就证明这条小狗的胆量不行 另外还有这种小狗 你不要指望他能帮你看驾护院 就是主人要扎他 他有可能会烦鸟你一口 很多时候不用扎小狗 只要看小狗的尾巴 就可以知道小狗的性格 就像这一条尾巴是拉上去的 这种小狗的胆量是不行的 千万不要扎这种 这一窝小狗看了两三条了 胆量都不行 应该是母狗的维传基因不好 所以这窝小狗就不用看了 我们现在再去看看另外一窝吧 这窝小狗看起来非常活泼 还会和主人互动 这窝小狗应该可以挑选好狗出来 首先看一下狗的品项 这条品项应该是最好的 大家看 正正的斧头猫耳 这条是小母狗 大家看 这个是斧头猫耳 耳朵是很小的 这种才是正正的中华田园犬 这一窝小狗的品项是有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测试一下小狗的性格 这条胆量比较大 看是 过来别跑 扎沙 扎沙脖子 扎脖子的时候他不知道的 这扎沙也多吧 这条一般般吧 这条是公的 扎沙另外这条啊 过来 这条看是公还是母的 这条是母的 这条是 小母狗啊 细扎胆量 这条母的可以啊 它不叫的 大家看上 尾巴还是翘起来的 然后再扎沙也多 扎也多也不叫不叫 这条可以啊 再扎沙尾巴 这条可以 这条小母狗 它尾巴都不叫的 反映性格都很稳定啊 已经看过两条了 再看这条 小黑 过来 这条是公的啊 小公狗 扎脖子不叫啊 扎耳朵看看 扎耳朵 现在 扎耳朵它也不叫 这条公小公狗 尾巴还是翘起来的 这条胆量 生活得很稳定的啊